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肖茲要小心了 因為最近我也不知道 烏克蘭是怎麼做的民調 反正他們做了一個民調 就是僅次於 那個普丁跟盧卡申科 肖茲跟那個德國總統 是他們最討厭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是被冒犯的豬肝腸嗎 對啊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很爽快的 去犧牲自己去幫助烏克蘭 照亮烏克蘭 對 其實我覺得德國真的蠻衰的 德國已經夠幫忙了好不好 也接受你的難民 也提供你金錢 也提供你武器 到底是怎樣 他只不過是還沒有斷 俄羅斯的天然氣 還要我怎麼樣 而且你自己也沒斷 你就這樣 把人家變成最不受歡迎的人 我就覺得 烏克蘭現在已經民粹化到一個極致 但是這種東西是不是可能發生 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不要忘記了 從2014年到現在 亞素營一直在頓巴斯那邊 激起了很多問題 在做這些事情 表示不管怎麼樣 也許多數烏克蘭不是支持他們 但是烏克蘭至少一部分人 是支持他們這種想法 支持他們這種作風的 不然的話亞素營不會起來的 所以當戰爭激化到一定的程度 階段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瘋子去幹這種事 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這個我補充一下 那個 Mirad Forest 這個和平製造者 他事實上就是另一個亞素營 是啊 兩個講的就是最精準的 另一個亞素營 所以他們真的可能幹這個事嗎 你去看這個照片 這是他們的網站 根本就是軍人 對 這是他們的網站 都是在做軍事訓練 那如果說他們是 所以他們是跟烏克蘭的內政部有關係的 跟烏克蘭政府是有關係的 亞素營也是 亞素營本身已經被他們 就屬於內政部的 對啊 他不是軍隊 他是內政部的 國民警衛隊 對對對 像國民兵這種感覺 哇靠 那普丁你弄了一個亞素營 還有一個你沒弄掉啊 可能這個國家 到處都有這種右翼的武裝 他們類似這種組織其實很多 很多啦 對啊 也太嚴重了吧 所以我覺得 未來如果發生什麼暗殺或什麼 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所以2015年就真的發生過 對啊 我覺得是有可能會發生 這個 所以我們一直跟你強調說 哲倫斯基他內部是有壓力的 就這意思 對 亮哥很早就講過了 如果今天哲倫斯基想要不打了 那第一個想除掉他的 普丁不是排第一啦 很多人排在普丁的前面 所以你想想看 為什麼之前布林肯跟那個國防部長的行蹤 被哲倫斯基提前曝光 為什麼美國人很憤怒 再來講他去一定跟俄羅斯打過照會啊 對啊 那烏克蘭政府知道啊 你幹嘛怕俄羅斯怎麼樣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如果俄羅斯真打 那就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然 對啊 那為什麼他們很擔心 其實很簡單啊 這種優移組織 你如果行蹤布光這麼厲害 你怎麼知道他會故意製造事端 他如果讓布林肯死在烏克蘭的話 是不是正好促使美國搭起來 完蛋 完蛋 事情就大條 所以這是會出現安全危機的啊 這不是不可能 所以 他們有這樣的人 要保命要防的還不是防外人 是防自己人就對了 那個有一部電影叫恐懼的總和 你知道嗎 他不就是歐洲的極右翼 要造成美術大戰 愛國者遊戲 恐懼的總和 好看 湯姆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 是克蘭西的 對對對 小說 真棒 那個主角是什麼名字 Ryan 雷恩 雷恩博士 從哈尼去福特變成班艾弗列克 可以看一下 這一系列好看 因為其實雷恩博士是 湯姆克蘭西系列小說的主角 對的主角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情況一直惡化下去的話 這種東西都不是不可能 但是呢 烏克蘭 這個國安會秘書長講這個東西 我有一個比喻 我剛跑新聞沒多久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調查局的調查員 然後他在跟我喝酒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他每天都在耗子 你就是證券 然後我說你不是調查員嗎 你每天在耗子幹什麼 他說沒有啊 上面每天都叫我們交情資啊 那我去哪裡生這麼多情資 所以他每天就蹲在耗子 那時候台灣股市很熱嘛 股票都在那邊看股票嘛 然後呢 就一堆人在那邊看股票的時候 你知道 耗子裡頭最多那種奇奇怪怪的消息 對 大家互相在喘 然後他就每天就把 人家在那邊胡說八道的消息 抄一抄一抄 回去就變情資 就是這樣的東西 我們調查員 二十幾年前就亂幹 就是湊情資就對了 自己編不出來就聽別人家亂講什麼 因為這些人都會講得會生會飲嘛 好像煞有介事嘛 對啊 聽說那個女明星 那個懷孕 當小生後 那個肚子都很大啦 就是亂寫這樣 浩子裡頭大部分人講說 那個誰跟誰 他們已經內線交易 他們已經要放空了 要幹嘛什麼東西 對 那個對調局來講是 你有用的情資啊 搞不好就有內線交易或其他東西 就可以去查啊 亂弄 那我覺得丹尼洛夫也差不多就是這種人 就聽聽就好啦 對啊就隨便講講嘛 因為 外克爾八千州那邊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確實是有 這歷史上留下來了 可是你說匈牙利會趁這個捷孤眼 去跟俄羅斯聯手起來 把烏克蘭幹掉之後去佔那麼一點點地方 你覺得他是有病嗎 他本身是 他既是北約的成員國 也是歐盟的成員國 而且他最近已經被 被北約被歐盟盯了很久了 因為他其實 北約跟歐盟都一直指控他越來越獨裁 因為他的親民盟 現在幾乎變成一黨專政 所以我覺得 在這種捷孤眼裡 你覺得匈牙利人會笨到去幹這種事情嗎 我是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那這也不奇怪 因為他們前一陣子 哲倫斯基自己才放話說 俄羅斯下一個就要親戀摩爾多瓦 對 不就是這樣講嗎 他們覺得每天放這些下去 反正你信不信無所謂 我覺得這些人 不管哲倫斯基 這個丹尼洛夫也好 大概都會跟阿南德學習 每天晚上都在看阿南德 阿南德現在說詐騙集團 對啊 被踢爆是詐騙集團 阿南德這樣隨便講講 全世界都爆 他想那我講你們全世界也會爆 可是你不是阿南德 抱歉 所以我覺得 烏克蘭其實大家本來 我相信不管 你本來知不知道烏克蘭 烏克蘭畢竟是被侵略的一方 絕大多數人都是很同情 當然 可是老實講 打了這三 快三個月下來 我其實對 哲倫斯基對烏克蘭政府是越來越反感 我相信 很多歐洲國家的 感覺跟賓哥是一樣的 馬克宏也是啊 之前他怎麼弄馬克宏的 那馬克宏為什麼現在還要做調人 當然不是為了幫助烏克蘭人 我講一句很坦白的 馬克宏其實還是為了他自己 還是為了他在法國 因為他的政黨還要選舉 六月 馬上就要選舉 馬上就要選舉 所以他還是要盡量提高他的政黨 跟他自己個人的聲望 這是很正常的 然後現在他是少數幾個普丁跟一見的人 所以他就跟普丁見 那為什麼特地要把普丁這句話講出來 因為他 普丁並沒有自己公開對媒體說 我講的這些東西啊 這是馬克宏轉述的啊 馬上問我們為什麼要講 就是普丁的信任我跟我講很多 不是嗎 馬克宏其實是藉著普丁的嘴在指責 是你哲倫斯基不想要和平 啊 對喔 你覺得這個意思嗎 是耶 對對對對對 因為馬克宏一方面是 他用行動表示 我是一直想要促成和平的 可是現在 不想和平的是誰 是你 哲倫斯基 是你烏克蘭 不是馬克宏說的 是普丁講的 普丁跟我說的 對啊 但是也許馬克宏心裡是這麼想各位 就是這樣子啊 不然的話他都何必轉述這個東西 沒什麼好轉述啊 他只要說目前 普丁還在猶豫啊 或怎麼樣就好了 用普丁的話來幹掉這段事情 而且你看他特別強調一個 說欸你就解除 對烏克蘭這些糧食出口嘛 世界需要糧食嘛 然後讓情況很合嘛 你就出口的話 那問題是 他沒有講一件事情 普丁一定會說 好你要我出口這些東西可以啊 那你要給我什麼代價 當然 對啊 那為什麼不提這個 因為他的目的是為了政治宣傳嘛 他只要告訴全世界人 欸你看 我有幫全世界著想 我有出來幫大家講話 說那個糧食很重要 要讓他出口 可是剛剛單身廣你講 說什麼歐盟啊 他在幫歐盟講話 不是他也在順便幫台灣講話 我們現在已經出現危機 最近實用油已經上漲了 因為烏克蘭是葛蘭是葛蘭是葛蘭油大宗啊 所以 開始了嗎 經濟部官員也已經講了 他們要去找替代品啊 不然的話油價一定會逐漸上升 替你個頭啊 你什麼都找替代品 去哪裡找啦 不知道 那歐洲都找不到你找得到 所以這官員講話嘛 講講 但是他會這樣講 表示他承認台灣也面臨這樣的危機 拜託石油油上漲無所謂 我不太吃飯 但是汽油不要上漲 因為我開車 拜託 你又不是不吃飯 你其他的賽列 還是要用到葛花油啊 對啦 也是啦 所以 這個東西是很麻煩 那馬克宏其實知道 榮委會出來說 水煮比較健康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是啦 我如果是陳其中 我就說水煮比較健康 對有可能 我都幫陳其中想好了 我看乾脆以後 不是有一陣子流行說 食物要吃原形最健康 以後我們全部生吃 全部生吃就好了嘛 吃吃就好了嘛 生吃就好了 對 所以馬克宏實際上是在做 幫自己拉抬身事 順便借著普丁的嘴 去告訴大家 其實 他順便在幫歐盟這些國家 真正講的話是 其實歐盟這些國家 對馬克宏 不是 對哲倫斯基其實很感冒 你看哲倫斯基最近那個囂張 倒是一個不行 一個一個 那個指責太誇張 他指責也就算 駐德國大使也指責人家 駐德國大使指責當地 你駐在國的元首 是被冒犯的豬肝腸 正常會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驅逐啊 對啊立刻叫你回去 立刻幫你驅逐出境 我不歡迎你這個大使 當然 德國算是很給面子的 那當然啦 只是因為現在烏克蘭是 被捧得高高的 他不願意做這種事情 但是蕭茲講的也不是很客氣 蕭茲說我們武器啊這些東西照送 但是我的總統一天沒有去 我是不會去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慢慢一個一個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看起來好像只有 斯洛伐克 匈牙利亞這些國家 塞爾維亞這些國家 好像比較跟俄羅斯走得比較近 其實我覺得歐盟這些國家 慢慢都已經轉向 這個戰爭再這樣持續拖下去 烏克蘭更多反感的事情會曝光出來 其實網路上現在越來越多了 現在有一些講說 其實他們被搶啊 甚至被欺負啊那些 就是烏克蘭在地的 那些人員有很多人已經指控 是烏克蘭士兵自己幹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極次氯酸水 它呢 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呢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